接下来要提醒提供给您一个讯息是 传统市场的嫩豆腐被检验出含有防腐剂 这是台湾消保会呢 在31号公布针对高雄市市场抽验豆腐有25件 其中一件被检出有防腐剂 而市府卫生局也随即派员来做检查防腐剂的店家呢 做击查抽验 而业者初步坦诚 自制豆腐呢有违法添加本甲酸 卫生局也依法来做裁罚 而卫生局从111年到今年的7月 执行市售豆制品豆浆抽验计划呢 来到了学校餐饮超市市场摊商等等来做抽验 主要呢是检测相关的一些防腐剂 杀菌剂等等的一些项目 总共抽验的有87件 在112年的时候呢 有两件市场的豆制品豆花豆干 没有依散装规定标示也来做拆除